中秋節快到了 而月餅的熱量相當多 為了讓長輩們吃得健康 水利香農會特別辦理 中秋嫦娥奔月餅延期 更與縣府衛生局合作 帶來健康講座 以及製作少油少糖的月餅 今年我們的中秋嫦娥奔月餅的活動 然後特別請到衛生局 來幫我們做一些少糖少油的課程 那我們也特別請到老師 就是幫我們將月餅的糖量減少 將近中秋節了 阿然會給我們這種激活 讓我們這些好姐妹 可以來學習一些營養 又健康的月餅 所以我們大家都很開心很快樂 所以這個是捲油 捲甜 所以會很健康 所以大家都很愉快 大家很健康很開心很快樂 衛生局營養師賴仁傑指出 在挑選月餅的時候 可以挑選少油少鹽的月餅 另外也可以做分食分享的動作 最重要的就是在購買的時候 要看清楚標示物以及熱量 挑選月餅的時候我們可以選擇 油脂含量比較少的 糖分比較少的 還有熱量比較少的 這樣可以減少熱量的攝取 而且我們在做挑選的時候 反式脂肪的還有膽固醇的部分 也要特別注意 額外我們可以做分食分享的動作 我們可以跟一些朋友一起分享同一個月餅 當熱量攝取的以上都會比較少 最後一個就是我們可以 就是我們在自己在購買的時候 平常包裝一定要翻過來 注意看熱量對不對 因為我們假設我們有攝取月餅的時候 我們的正餐就要相對的減少了這樣子 水里香農會理事長先議員肖志全肯定農會的用心 尤其中秋節快到了就有這樣的方式 不但能夠讓家政班媽媽們了解到如何吃了健康 也能夠親手製作出低熱量的月餅 當然月餅熱量也相當高 所以農會推廣這邊也考慮到 這個月餅要怎麼來吃才能夠低熱量 才能夠做健康 所以今天配合我們衛生局的賴營養士來到現場 除了有老師來教授怎麼製造月餅以外 同時也要讓我們的學員學到要怎麼製造健康 而且又營養低熱量的月餅 相信學員他們學過這個課程以後來製作出來的月餅 一定能夠讓大家吃得快樂吃得高興 同時又健康 月餅不但熱量高對長輩負擔也大 水里香農會理事長先議員肖志全肯定農會的用心 也期望具有這樣的方式讓民眾可以吃得更健康 記者邱平易 水里採訪報導 小鳳凱凰 如果你 NV試在記得